中国古代长期处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,女人被视为附庸或者物品,尽管如此,历史上还是产生了很多的女英雄,有这样一个苦命的女子,很小的年纪就卖给了别人做童养席,受尽婆家的种种非人虐待,千辛万苦逃出魔爪后,浪迹江湖,成就了一番大事业,其一反抗大清统治被抓后,受非人折磨而死。 年纪二十二岁,她短暂的人生有多悲惨,行星前大喊了哪三个字,又经历了怎样的酷刑而死? 这里是小豆芝历史,订阅我,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历史。 童养席出逃,邱二娘因在家行二。 因此换作二娘,邱二娘父亲名叫邱柳,在当地有些名望,精通医术,历法,风水,被人称之为柳仙,尽管这位柳仙受人爱戴, 但家里的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,依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日子难以为继,邱二娘不到十岁便给别人家当了童养席。 邱二娘的童年可以说很糟糕,自从成为别人家的童养席,可以说每天都在被虐待中度过,就连结完婚后,依然要被自己的丈夫和婆婆虐待。 最终不堪忍受的邱二娘选择出逃,逃离这个恶魔般的家庭。 加入太平军 当时正逢乱世,内有太平天国运动,外有列强虎视眈眈,大清国左右南固,呈现摇摇欲坠之势,邱二娘有个表兄名叫林怀,原本投身陆林,后参加了太平军。 此时正在家乡联络有志之势,共同加入太平军,其中包括太平天国猎王林郡,陆林好汉胡雄等等,许多心怀抱负之人。 邱二娘成功地从婆家逃走,她逃到东平村表哥林碑的家中,在林碑的教育和发展下,邱二娘很快加入,以行医为名,到处传播拜上地教,发展了很多的会员,当时的朝廷内忧外患。 到处充斥着洋人的产品,加上科捐杂税严重,因此百姓生存很困难,都有反心,所以邱二娘拉来了很多老乡。 天命邱娘娘。 1853年4月,邱二娘等人起义,率领农民抗捐抗税,打地主,灭贪官。 他们的种种行为被当地的百姓们认可,也得到了百姓们的拥护。 他们的队伍也迅速壮大,达到数千人,不久后林碑牺牲,林碑的牺牲并没有让队伍散乱。 邱二娘高举顺天命邱娘娘的旗帜,拉起大旗重整人马,在关西,办理,一般等地大战清军,自此有了威望。 成为起义军的首领。 1854年,邱二娘与林郡队伍会师,数番大败清兵,升危大阵,势力扩张到先游。 可惜的是,1855年6月,邱二娘被叛徒出卖,在会北山区被清兵逮捕。 当时,清统治者悬赏捉拿邱二娘,开出的价码是1500两白银,被叛徒出卖。 重赏之下,必有永夫,诱惑之下,必出叛徒。 为了这1500两白银,齐军中的陈大、陈巧、陈朝家等几个败类,就把义军首领邱二娘出卖了。 邱二娘被押赴泉州审问,劳狱当中,清兵施以各种独行,要其供出党羽。 邱二娘纵使体无完肤,仍坚真不屈,始终不肯供出同伙。 见其年轻,又有几分姿色,清兵轮番对其无礼,只留一息有存。 6月14日,邱二娘被押赴法场,是以凌迟寸折之行。 此前三日,早已贴出告示,各地百姓闻讯之后,纷纷涌到泉州观行。 行行荡日,早已水泄不通,都想看一看,顺天命邱娘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 为了对邱二娘进行侮辱,清军将她的衣服全部脱掉,可怜邱二娘只在腰间系一块红布。 周身上下再无一寸衣衫,被人用大破罗抬至法场高抬之后,将其捆在木架之上,扯掉腰间红布,在其胸口猛击一拳,乘其张口之计,将一粒木核桃塞入口中,使其不能口出大逆之言。 刽子手在其左右大腿之上,分别割下一块皮肉,一片往空中抛,一片往地上摔,此为记天地,而后在其额头横切一刀,用力往下一扯,遮住其双眸,使其不能环顾左右,而后开始正式动刀。 在行行前秋二娘大喊,天意啊!这三个字透露出她深深的无奈和无尽的凄凉。 这种氛围,让围观之人无补悲伤,行行至将要天黑之时,一代女结只剩森森白骨,刽子手在其心口弯下一小块心头肉,使其仅存的一丝气息散去,而后用大腹夺去首级,挂在高杆势重,骨架被剁为八段,乃为大谢八块,二娘咬紧牙关一声不吭,直到生命终结。 丘二娘遇难之时,年仅二十三岁,大好年华就此消逝,不免使人一声叹息,生而为英,死而为灵。 丘二娘就义后的,其人格被民间神化,四方百姓纷纷在家中摄摆相案,偷偷祭拜,清朝灭亡以后。 惠安,泉州,先由一代,百姓为丘二娘诉了神像,称她为仙姑妈,游路夫人,装脚妈。 在历史上,除了丘二娘之外,还有很多彪秉史册的抗清女英雄。 高贵英 农民起义军首领,闯亡高营祥侄女,李自成妻子,其弟高义公也是李自成旗下猛将,1645年, 清军攻破同关,李自成和妻子撤出西安,兵分两路转移,李自成沿商州往湖北撤退,高贵英则率军取到汉中与李过,高义公农民军会合后,进入四川, 后沿江东下,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遇难后。 高贵英带侄子李过,侄孙李来亨率军在川东,厄西等地,与其他抗清义军组成奎东十三家,坚持抗清近二十年,高贵英也被明朝龙武帝封为结校真义一品夫人。 不过,在清军的围剿下,各路义军先后失败,1664年,清军围攻奎东十三家最后一个据点毛鲁山,高贵英,李来亨自焚而死。 王聪儿 白莲教义军首领,湖北襄阳人,貌美如花,曾在江湖上卖以为生,后嫁给麒麟为妻,加入白莲教。 后来麒麟被捕牺牲,嘉庆元年,即1796年,王聪儿率白莲教发动起义。 此后的两年里,相继转战湖北、陕西、四川、河南等多省,担任八路义军首领,还曾率军攻打西安,后败退回湖北,在云西高山密林里,遭清军围困,不愿被俘,跳崖自杀。 年仅22岁,王囊仙,又名王阿聪,不一族起义军首领,贵州南龙府人,王阿聪貌美如仙,又善于用草药为百姓治病,被称为囊仙,有仙姑之意。 1797年,珍湛,也就是王聪儿起义的次年,王囊仙帅不堪受压迫的不一族民众起义,各族人民分歧响应,其风火燃遍贵州各地,清朝派云贵总督勒保前往镇压。 经过几个月浴血奋战,各地起义军先后失败,到当年中秋节,义军坚守的最后两座山寨被清军攻破,义军举火自焚,王囊仙被清军从火海中救出,与其他几名义军首领一起,用舰车押往北京献抚,11月初期,王囊仙在北京被凌池处死,年仅20岁。 王潇氏 湖南天地会议军首领,湖南郕州仪仗献人,家境贫寒,与丈夫王三仔长期在广东等人要饭为生,后加入天地会,在丈夫死后,他创建了沙包会,发展会员140多人,咸丰元年,在今天起义后。 王潇氏也赶制了旗帜,枪炮,藤牌,刀锚,揭杆而起,劫富济贫,与清军周旋于湖南与广东交界地带,先后击毙了官府守备,牵走,拔走,额外个一员,还杀死兵丁十一人,后来清军调重兵反扑,义军人数较少,寡不敌众,王潇氏在宜章县被俘,湖南巡抚落炳章认为,王潇氏虽戏妇女,为戏原恶居队,将其凌池处死后,措施措施,剁为肉 主将,徐悦贵,天帝会女首领,湖南沉州人,老同生许昌佐之女,林生焦亮,焦红兄弟赶考路过,许昌佐将两个女儿许悦贵,香贵分别嫁与这两兄弟为妻,焦亮后来加入天帝会,自建昭君堂,投奔太平天国,在永安突围市被俘,送往北京杀害,1854年,两广天帝会议军攻入湖南,徐悦贵与妹妹许香贵,小叔子焦玉京等人,也起兵响应, 1955年,义军合陆部占领陈州,许香贵等前往依附,次年1月,在乡君王珍,由常佑等部的反扑下,陈州被攻陷,合陆在退往广东途中牺牲,徐悦贵等义军占领江华县城,与永明转移来的朱鸿英义军联合作战,不久又遭王心部围攻,突围而出,之后义军在宁远路亭,再遭乡君重创 全军覆没,徐悦贵与焦玉京走投无路,在嘉河县自首,希望能免去一死,被押解到省会长沙,洛炳章认为他们攻城掠野,罪大恶极,将其凌迟处死 许香贵 天地会女首领,徐悦贵之妹,天地会议军中一员猛将,据乡军名将王珍记载,徐氏姐妹身穿红袍,手持长矛,月马如飞,与官军敖战,1856年春,在宁远路宁一战,天地会议军覆灭,许香贵也为声援及宗府带领的团链抓获,送往县城,虽自称被鲁良家妇女,但很快被认出,押解回老家,凌迟于世 周秀英,天地会分支,小刀会议军女将 上海青浦白鹤唐湾人,1852年,与父亲周立春率领乡民,开展抗粮斗争 18岁的周秀英,英勇无敌,可以手提120斤大刀,在白鹤江一亿重创清军 1853年,周立春投奔刘立川,发动上海天地会起义,农民军先后占领六座县城,在清军的重兵围剿下,周立春被赴牺牲 1855年,小刀会起义失败,真摘又初一,周秀英率军突围时,在虹桥战死,死是20岁 不过,网上也有种说法,认为他被俘,受尽酷刑,最终被凌迟处死 江源嫂,福建小刀会女首领 小刀会首领江源的妻子,与丈夫在福建各地社馆收徒,咸丰二年,江源等人从海外购买小刀几百把,准备起义,为清朝发掘,遂遇害,为了帮夫报仇 江源嫂与徒弟皇位,黄德梅等人,共同率军起义,反清复明,自认监军 义军先后占领海城县城,张州府,厦门,以及张州府其他下辖县,沿用大明天德年号 不过,之后会众发生内讧,在清军的重兵围剿下,各地相继失守 双方在陆岛大战73天,义军战败,为了掩护部下撤退,江源嫂被俘,遭受酷刑 之后,在海城厌海楼下叫场,遭清军领取